大玩这些全球现场 我们先带来看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今天上午抵达到北京之后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那稍早在台北时间 大约是下午两点半左右 布林肯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 来正式会面 而双方也将就一连串的中美关系的 主要议题进行闭门会谈 6月18号下午 布林肯抵达钓鱼台国边馆 随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谈及布林肯访华时表示 双方将就中美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 中方将阐明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和关切 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画面上可以看到 布林肯跟秦刚在会议的开始之前 是边走边交谈的 那根据在场的媒体表示 两个人交谈是用英文来进行 秦刚先问布林肯说 How is your flight 也就是说这个飞行的状况旅程如何呢 布林肯则是回答他说 Very good 非常的好 接着两个人握手提供媒体拍照 接着就进入了闭门会议的这个阶段 好 这是美国睽違五年 再度有国务卿访问中国大陆 而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之下 其实外界当然很期望的是 布林肯这一回访问中国大陆 可以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 缓解中美双边关系 而同时间BBC也整理出这一次 美中会谈主要的三大关键议题 包括了当务之急 当然就是修补双边的关系 缓解贸易冲突跟避免战争 包括了美中近期在台海还有南海 频频发生有军舰军机对峙的状况 好 这一回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 其实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访华层级最高的美国官员 布林肯跟秦刚见面的地点 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这个地点是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其实这个地方对于中美关系而言 是具有特殊意义 Look, I think, Linda, people are hoping that this will open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 think that is, you know, the best outcome of this two-day visit by Antony Blinken to Beijing As you say, he is due to meet with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in the next hour and a half He's on his way, we believe, to the Daiyutai State Guest House 这一次布林肯还有秦刚会面的地点 就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这里曾经接待过前美国总统尼克森 美国官员就表示布林肯很希望 美中两国可以摆脱言辞交锋 在正常的沟通管道上头 有所交流跟进展 所以美中现有的起见而言 外界对于布林肯访华 其实普遍期望还是不大的 好,布林肯今明两天访问中国大陆 但现在却发现了其实动作不断 好,为什么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 在南海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布林肯访华前夕 就被侦测到美军的航母雷根号 出现在南海这边活动 好,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美国你是不是又说一套做一套呢? 因为美国你一直说想要谈嘛 但是在南海这边的角力 还是持续的在上演ING吗? 好,先前就传说了这么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6月15号 这一天是所谓的D-Day 好,截止日期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网络上的大陆的媒体都说 中国大陆将会在这一天之前 拖走停靠再有主权争议的 南海仁爱交的菲律宾 马德雷山号 所以导致这个南海情势是一度紧张 退役少将利仲杰 他其实就分析了 美非加强军事同谋 所以呢,美国当然是答应菲律宾 提供安全上的保护 这也是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美军的航母 雷根号开到南海地区 当然就是为了要保护菲律宾 不过来看到的是中非关系 好像这几天又有所缓解了 因为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 是还出席中国大陆捐赠 2万吨尿素肥料的交接仪式上头 他明确表示 中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非方有需要的时候 没有犹豫 立刻采取行动 当然也是象征着 两国关系的价值 似乎也让中非 近期在南海这边的主权争议 产生的摩擦 稍稍的缓解了 好 同时间大陆的航母山东舰 目前它的动向如何呢 它停靠在这边渤海 那立正杰他现在就分析了 山东舰在渤海 应该是有可能要为了准备 平时的战备演练 也就是说可能之后会有军演了 好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其实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布林肯他访问中国大陆 当然他是寻求要跟北京来对话 那苏利文在做什么 苏利文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他在16号这一天 他前往日本这边来访问 他提出了这个议题 恐怕又是踩到北京的红线了 好 他提出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 同时今天也跟盟友 日韩三国国安高层 就在东京这边进行了三方会谈 而这一次三方会谈当中 指出要维护台海的安全 再加上说现在山东舰就停靠在渤海 那也根据大陆海事局 这几天发表的消息 发现说渤海这边很多的海事范围以内都已经划设了近航区跟近飞区 而这些近航区跟近飞区跟山东舰航母在渤海的军演 可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虽然说这一次的军演就是在渤海这边来进行的 不过大陆这种媒体分析了 这可能就是因为呢 对美日韩的警告目的是相当明确的 好 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回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 其实外界有一些分析认为说 这一趟行程其实象征意义还是大于实质意义 当然他们希望可以为中美关系来融兵来破兵 而现在新加坡的外长就呼吁不要给布林肯太大压力 外界同谁猜测布林肯此行 到底会不会见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好 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的行程 有一些媒体说是明天 但是大陆官方完全是没有先证实的 不过习近平他其实已经有会见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也表示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在明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抵达北京 成为拜登政府访华的最高层级官员 而布林肯本次出访 是否真能舒缓目前美中的紧张局势 拜登认为中国大陆拒绝与美方沟通 其实是气球事件之后面子挂不住 然而美国媒体揭露侦察气球事件发生之后 拜登当时其实有意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 但却被白宫国安顾问劝阻因为不想让拜登看起来像是在恳求谈判 彭博社更用此严厉要中国大陆最好听听布林肯打算说什么 对此环球时报也隔空返枪 文章点出既然布林肯要来 那就要好好的听北京怎么说 跟对美国喊话高高在上的姿态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也驳斥彭博这篇文说这简直是威吓 而对于布林肯本次访华行 新加坡外长维文则呼吁 美国不要给布林肯过多压力 因为美中存在许多分歧 要修复关系并非一蹴可击 其实美中双方都将布林肯本次出访的期望降低 表明不会有成果长清单 但习近平似乎已先就美中关系表达看法 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不只称盖茨是今年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习近平还强调 美中关系的基础其实在民间 等于为布林肯的访华行做出回应 这林肯苏报道 第五位美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